- 哇! - 它的蝦子很沉 - 太紅了,真的很棒 - 普通,普通 嗨,各位,那我們現在來到了 台中,這一次的燒肉之旅 大天王,烏馬 跟茶溜,烏馬燒肉 那我們就趕快進去吃吧! 我跟你們大家說,來烏馬 最重要就是喝這個 雞湯的部分 這個雞湯喝起來超級鮮 然後它這邊呢,其實有分很多的套餐 跟對很多不一樣的 是可以去做點餐的 這次來台中,決定評比兩家燒肉 決定點大概相同價位 然後去評比看看到底哪一家比較好吃 我們今天決定選擇的是 2180的部分 桃華的全牛系列喔 哇塞,全部都是牛小排 厚切薄切 還有牛蛇 那我們的肉已經上來了 牛蛇,牛小排跟韓風的牛小排 覺得很漂亮 它有餐對不對 吃第一片肉 一定要就是它原味的身體 蠻有嚼勁的 然後已經入了那個味道 我覺得是淡淡甜味 我覺得蠻好吃的 請問一下 這是什麼意思 那給他好了,沒關係 他喜歡吃烤椒的 好 但不要吃那麼強 牛小排包生菜 我自己吃一下就很愛 豆片包生菜吃 很酸 很酸耶 這是戀愛的牛蛇 這個洋蔥還帶出肉的那個香味 五六分手 最讚 牛小排又來了 不得不說 它這個全牛套餐的份量 三個人是ok的 它的肉質其實算是不錯 韓牛 我看起來鮮味一點耶 我看起來 韓牛一定要烤到有點微焦微焦的 它重口味 比較喜歡有醃過的話 我覺得韓牛很好吃 UMA的小撇狗 就是一定要加這個洋蔥 因為洋蔥不敲口之外 它還可以去肉的那個油膩 欸這個蛤蜊的量有點多耶 它是屬於比較濃稠那種粥 但我覺得它是屬於清淡爽口那種粥 韓牛的味道蠻鮮的 現在有專人幫我們烤蝦子 看起來超大隻的 他們家的蝦子真的很大隻 你看看起來很肥厚的那種 看起來很肥厚的那種 然後幫我們剝蝦 其實它的蝦子真的很爽 它這個蝦子真的很厚實 很扎實 吃起來很Q彈 吃完所有的主食了 然後沒有他們剛竟然送了一盤 歡迎卡特來UMA 如果說你有生日或是特別需求的話 可以提前跟他們說 我覺得超級可愛的 它畫得有點很貼心 它跟大石的冰淇淋是可以做選擇的 其實以CP值來講 我覺得是算蠻高的耶 那我們現在來到了茶六 在台中一件是非常有名 跟UMA不分上下的燒肉 從來沒有吃過茶六 它真的比UMA還要漂亮很多 給大家看一下這邊的裝潢 好漂亮喔這個 煮廚沙拉 我好愛這個醬 它多了一個果醋的味道 它UMA的雞湯對打的是我們的 鮭魚味噌湯 這是鮭魚塊耶 這不是紅蘿蔔耶 滿清淡的 哈囉 那我們現在餐點全部都上齊了 我們這次餐點的一樣 跟UMA是同樣價格的2180 那我覺得請大家看一下這個肉盤的部分 哇喔 我覺得以新鮮度來講 這邊真的看起來超級新鮮 肉量來講的話 UMA略勝一籌 特別厲害的是 你在同樣價格 你可以吃到很多不一樣的肉品 嗯 好吃喔 它的飯糰是有點點心 烤得非常的剛好 嚇到好處 橫膳膜的部分 非常好吃 非常冷 但是又不濕那個嚼勁 這雖然是醬燒但完全不鹹耶 裝醬 我怎麼那麼好吃啊 壓後板的雙醬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油花分布得非常非常的均勻 太好吃了吧 我還沒有想過壓胸可以看我這麼好心 因為一般吃胸 它基本上是沒什麼油脊的 但它的壓胸吃起來完全不會慘 咬下去還有一點血血的那種感覺 很精緻很好吃 鬆拌雞 我覺得它鬆拌雞 其實還是有點偏扭一點 其實還是有點膩口 它很像花瓣 它上面在包著這個洋蔥泥 兩邊的牛舌表現都很好 很有嚼勁 它們很厲害的是 它們 加了蔥 它除了有蔥的味道 有兩蔥的味道 它有牛舌 脆度 店員剛剛幫我們剝好的蝦子 但是它們的蝦子 我覺得是比烏馬的還要再小吃 我覺得我比較喜歡烏馬的蝦子 烏馬的蝦子 烏馬的蝦子吃起來真的很扎實 很鮮嫩多吃 普通 普通 普通欸 我最喜歡吃烏馬的 我覺得烏馬的海鮮味 比較厲害 居然會有烤山藥片的這種群像 山藥烤過有一個香味 很清爽 雪的花菜冰跟仙草動的部分 我吃個雪的花菜冰太可愛了吧 職業傷害 我隔兩小時就吃一隻燒肉欸 結束了我們台中兩家 燒肉界的巨頭 烏馬茶六的對比 我覺得呢如果以肉質來講的話 我覺得茶六是大勝 但如果以分量來講 一定是烏馬厲害 我覺得兩邊走的是不同風格 像茶六呢 它是走比較日式啊 清淡乾甜的口感 但如果說像是烏馬的話呢 烏馬是走分量比較多 CP值比較高 還有海鮮的部分是比較厲害的 個人呢如果再選的話 我覺得我會選擇來吃茶六 但是我覺得烏馬的蜜湯 真的是也是蠻厲害的 但如果你今天來台中 是想吃精緻一點的話 那就可以選擇茶六啦 想要覺得CP值高一點的話 那就非常建議烏馬 這人很推薦他們的松阪汁 很脆很好吃 茶六來講的話 這橫割膜牛肉系列 超級好吃 也太累 我覺得表現都是非常棒 今天的台中燒肉爭霸戰 搬給我們 超 大家還有推薦台中 或是其他些是好吃的燒肉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不要忘記訂閱按讚 好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也好 謝謝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